动漫我要听 主持人 永博 电锅里 翻转 自尽 卫 我有命令 哈雷路亚 欢迎收听动漫我要听 李蒋博报告 想接触上语漫画却又怕被粉红泡泡攻击吗 快来认识小元千惠老师的作品吧 李明娜卡西 跟着ZooKids is Pounds 一起热血到底 永博 请 李长博报告 各位听众朋友 晚安又到了李长博报告的单元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日剧 《魔影子光》的主题曲 Dark Half Touch Your Darkness 好的 今天要来介绍少女漫画 听到要介绍少女漫画 是不是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们 要默默地把收音机关掉呢 不要不要 不要超之过急 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是有那么不同于一般 以恋爱为主轴的两部少女漫画 那就是由小元千惠老师 直笔的《魔影子光》 还有《海岸月影》 赵冠丽 在介绍作品之前 先有请在场的李明们 跟大家打声招呼 晚安 我是叮当 哈喽 我是小薇 安安 我是蕾蕾 说到了小元千惠老师 永伯记得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 介绍过老师执笔的作品 《赤河恋影》 那是描述日本女高中生 被咒术拉到西元前的 西台帝国的穿越历史故事 目前仍在连载的新作 《梦之哪 黄金鸟笼》 也是有着浓浓抑郁的风情 只看老师近期作品的读者 可能会觉得老师的作品 比较偏向古代历史异国风格吧 但我得说no no no 其实小元老师的创作主轴 一直是悬疑恐怖哦 曲折离奇的故事发展 惊悚离奇的幻想元素 引人入胜的情节走向 让老师的作品 从多半以风花学乐为主题的 少女漫画中脱颖而出 抓住读者们的目光 尽管老师的作品 多半结合了悬疑 推理 以及恐怖这三个元素 但毕竟分类还是在少女漫画嘛 该有的恋爱情节是不会少的哦 自从1981年出道后的三年 1984年推出的作品 魔影子光 不仅拿下了第二十二届 小学馆的漫画奖 老师更凭着这部作品 如获了许多读者的心 必须说 虽然这部作品推出的时候 我可能还在过上辈子的人生 但我现在看魔影子光 还是觉得这部作品 还是非常有新意 也不落俗套 雷雷我实在笑不出来 如果你想要称赞这部作品 好看的程度 不会因为时间流逝受到影响 也不用特别提到什么 作品推出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吧 你这么想学养子拉仇恨子哦 但那个时候我也还没出生呢 我也还没 没有人想知道这些 我要听作品介绍 好好好 女主角韦奇伦子 是一个普通的高一女生 跟爸爸妹妹相依为命 有个暗恋已久的青梅竹马阿胜 全身上下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左手臂有个淡淡的 像金钱豹花纹一样的小小胎气 但是从某一天起 她突然发现 胎气的颜色怎么好像变深了 与此同时 她发现自己的身体 似乎起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母亲早逝 家世都是轮子一手包办 有一次她不小心 被掉落的菜刀划伤脚 闻到血的味道之后 她竟然像是失了神似的 开始忘我的填起沾了血的手 另外她只要情绪一激动 左手的胎气就会开始发烫 让她开始觉得 这个胎气很奇怪 不仅如此 她还发现眼睛在黑暗中 会发出紫色的光芒 在黑暗中也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仔细回想一下 就发现这些奇怪的现象 都是从胎气的颜色变身开始 再一次回家的路上 她被跟阿胜有仇的不良少年 强入到仓库 那些不良少年更打算欺负 轮子给阿胜好看 轮子在激烈挣扎的时候 左手的胎气又开始发烫 身体更产生了变化 并失去了意识 在醒来之后 则是由阿胜的口中 得知自己是被她带回家的 而欺负她的三个不良少年 则是像被大型动物 撕咬过一般 死状凄惨 综合以上的线索 大家能不能猜到 轮子身上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搭配小剧场的演出 等一下再来为大家解答 请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章 因为仓库发生的惨案 让轮子鱼迹犹存 但是却有更大的危机朝她逼近 围棋同学 曾根源老师叫你下课后去找她 嗯 好 教生物的曾根源老师 他找我有什么事呢 老师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嗯 该从哪里说起呢 先父是生物学家 以前一边在大学教书 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 而我也从学生时代起 就继续进行她的研究 我跟先父研究的主题 就是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能变成野兽的人 这 这怎么可能 老师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那狼人传说呢 欧洲从以前就有很多狼人传说 同样在中国 也有人变成老虎的传说 像是人虎传 世界各地也都有人变成野兽的传说 这些真的都只是虚构的吗 先父在研究赫尔蒙的时候 发现在某种微妙的平衡下 人体的细胞组织会发生改变 这种理论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说 理论上应该有狼人和虎人 现在只剩下十例研究了 卫琪同学 听说有变身能力的人 身上 好像都会有你那种胎记哦 胎记 自从手臂上的胎记 偶然被生物老师 曾根源勋子发现后 伦子原本平静的生活 便开始起了波澜 再也回不到过去 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动漫资讯就跟时尚潮流一样 变动快速 不想落伍 那就千万别转台哦 其实啊 刚刚的小剧场 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 永博想 应该也有不少人 猜到伦子的身份了吧 是的 伦子就是可以变身成 豹的变身人哦 可能会有人觉得很奇怪 既然伦子是变身人 那他的家人呢 是不是也一样 会变身成豹 但其实这是一种隔代遗传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这种显性基因 举个宅宅的例子好了 就像幽柱那样吧 因为母族大格式 才有了母族的血统 同理 伦子也是一样的 只是没有隔那么多代而已 通常是数十年 会有一个轮替 仔细听小剧场的话 应该就能隐约猜到 伦子之所以会开始变身 就跟它成长后 荷尔蒙产生变化有关 所以它小时候呢 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形 一旦开始瘦化之后 伸手就会变得很轻巧 对食物的喜好 也会跟着改变 比方说伦子就开始 喜欢吃代谢的生肉 如果是我 自己身上出现这些变化 真的是吓都吓死了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加上伦子刚变身的时候 根本克制不住受性 即便不想杀人 也会做出违心之举 偏偏在这种情况下 还遇到了对变身人 极度偏执的曾根源老师 伦子的运气可以说是 差到了极点啊 就如同小剧场呈现的 曾根源老师的父亲 因为进行变身人的研究 而被学界视为异端 更因此丢了工作 遭到放逐 为了帮助抑郁而中的父亲 出一口气 曾根源就继续接手 他爸爸的研究 辛苦了很多年 终于被他遇到伦子 可以说是在沙漠中 快要渴死的人 看见绿洲一样兴奋吧 是的 为了把伦子 绑回自己身边做实验 向学界公开 有变身人的事实 曾根源老师 根本就是无视于法律的存在 为了达到目的 即使要他杀人 他也在所不行 对啊 在他眼中 伦子根本就不是一个 普通的女孩 而是能帮他 一吐怨气的实验品 面对坏事做尽的曾根源 也难怪伦子会说出 你更像野兽 这句话了 虽然曾根源 是不会变身的普通人类 但是他却泯灭人性 是人命如草芥的种种作为 可以说是连禽兽都不如啊 但是相对的呢 伦子即便会变身成豹 一开始也误杀了人 但是他的天性 依旧善良单纯 没有任何改变 这样的他的确比曾根源 更像一个人 是吧 也许老师很欣赏 这样即使遭遇变故 却不因此扭曲 本性的女主角吧 海岸月影的女主角 小枣穿流风的遭遇 我只能说 不比轮子来得好 一样很惨烈啊 至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听我们娓娓道来吧 海岸月影是老师 在结束魔影子光后 接着画的故事 或许是因为这样 即便故事的内容 完全不一样 但我总觉得 仔细分析之后 发现两部作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故事是这样的 小枣穿流风 跟小枣穿流水 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双胞胎 跟许多双胞胎会有的设定一样 虽然两个人的外表一模一样 像到旁人都分不清楚 但他们的个性却天差地远 流风内向纤细 流水外放活泼 虽然两个人的个性如此不一样 但他们的感情却非常好 不过命运总是作弄人 他们偏偏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同样是田径社的学长当马克之 而且更残忍的是 学长喜欢上了流风 并向他告白 还偏偏被流水给撞见了 各位以为 从此姐妹俩 就会因为男人繁目成仇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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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风因为知道流水也喜欢学长 所以不敢接受他的告白 而且流水也要流风不要在意他 鼓励他接受学长 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的话 自然是皆大欢喜 对不对 但是一场欢送践行 却彻底改变了流风 还有流水的命运 至于是什么事件颠覆了 他们和平快乐的生活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待会再为大家解答 请听鬼树千寻演唱的月光 在歌曲之前 我们聊到了流风跟流水 这对双胞胎感情非常的好 也没有因为学长的告白而崩毁 那么一场践行 又是怎么对他们的人生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呢 其实践行活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在于途中下起了一场奏雨 流风一行人为了避雨 就近找了一个洞穴躲进去 听闻这个洞穴很有可能是古墓之后 其中一个女生吓到不小心滑倒 意外撞开岩壁后的一个空间 哇 她的头好硬 对 那个空间满满的都是古海 证实了这里的确是一个古墓 让众人吓出一声冷汗 飘出的梅味更让众人退避三射 决定快速离开 没想到一行人却接二连三 倒下身亡 最后却只有流风跟流水捡回一命 以这个事件为转列点 流水开始变得有点不太对劲 一开始呢 她不仅否认去过古代墓穴的事 烟心举止也变得乖僻诡异 小云老师很快地 透过一样喜欢克制的学姐找茬的事件 带出流水因为古墓中的 古代神秘病毒的影响 变得拥有超能力的事 流水变得能漂浮在空中 还能自由穿越任何物体 包括人的身体 对克制相当痴迷的她 自然容不下一样喜欢克制的学姐了 于是她就在学姐找茬放话之后 运用这个特殊能力杀了学姐 这个古代病毒 不仅让流水身体变得异于常人 个性也变得非常残忍 只要有人想要跟她抢克制 她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解决对方 就算对象是自己的双胞胎妹妹也一样 想当然了 这带给流风很大的冲击 因为对她来说 流水就像自己的分身一般 这样的姐姐却因为想得到学长 不惜置她于死地 于是重视手足感情的她 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成全流水 但是大家想想感情这种东西 哪能说变就变 尽管流风再三拒绝 克制仍然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 于是流水怒火更胜 更偏激地认为 只要流风死了 克制就会接受她了 虽然比不上流水 但流风也拥有超能力哦 可是她只将这份能力用在防御 并不会主动出击 尽管她知道流水身上 背负了很多条人命 她仍然会被过往的回忆影响 不愿意对流水痛下杀手 选择相信如果找到方法 流水还是有机会 恢复原本的样子 他们就可以重拾以往的生活了 说真的长大之后再重看 我还是觉得流风太天真了 对啊就算流水恢复原本的样子好了 以往的生活也不可能再复返啦 想一想哦 那些被流水杀死的人何其无故 再来流水的个性本来那么善良 要是她恢复了 受得了良心谴责吗 所以这也是我没办法理解 流风想法的理由 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双胞胎吧 所以我没办法了解 有另一半感觉是怎么样 可是说到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也不是没有办法 毕竟造成他们产生变化的原因 就是那个古代病毒嘛 既然是病毒 那就有解决的方法 克制的爸爸刚好认识一位 对这方面很有研究的博士 金恩 于是写信告诉他 流风流水这对双胞胎的情况 请他帮忙制作 能够让他们恢复成普通人的药 唉 只可惜啊 这位金恩博士 跟曾根源老师一样 居心不良 他在知道双胞胎 拥有的特殊能力之后 他也把他们视作研究对象 更让自己也被感染 获得像他们一样的超能力 你看看 真要说有哪里不一样 大概就是虽然都很想要 把轮子双胞胎弄到手 但金恩却是因为爱上流风跟流水 想要把他们变成自己的 不像曾根源只把轮子当作研究的对象 不过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 金恩跟曾根源都为了一己之私 把轮子跟双胞胎的人生搞得一团乱 也将许多无辜的人脱下水 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嗯 我可以理解 毕竟面对逼近的恶意 流风跟轮子一开始的温吞 真的会让人觉得好心急哦 但换一个方面想一想 这也才是最贴近人性的安排 老师也透过一次次的事件 让读者们看到了轮子与流风的成长 是的 而且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身边都有为他们愿意赴汤蹈火的男主角们 陪着他们面对一切 想要知道两位女主角 到底要怎么解决破镜的危机 还有难题吗 赶快找作品来看看吧 好 作品介绍到这边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顺利的 让平常对于少女漫画 不太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 想要找来看看了呢 悬疑惊悚的剧情 细腻的感情戏 再加上不拖泥带水的节奏 我想这些元素都是很吸引读者的 大家有空不妨找找 小元千惠老师的作品来看看 进入老师笔下特有的世界 跟着主角们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哦 单元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 请听月的点滴